我是一名医生,自己开了一个诊所。 前年年底一段时间,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中年男子到诊所来找我聊天。 这个人很健谈,我们比较聊得来。 我在聊天中穿插着讲一些真相, 尽管他口风很紧,但聊了两三次后,我就知道他是干特务工作的。 因为我毕竟修了这么多年,还是有一定的超常能力。 差不多一个星期后,我觉得时机成熟了。 我说,我们师父说过,特务也要度。 我作为师父的弟子,自然要按师父说的去做,特务我也要救。 他很吃惊,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识破了他的身份。 特务这个职业是非常忌讳身份暴露的,他马上匆匆告辞而去。 他走后两个多月,疫情开始爆发并快速蔓延,我们地区也进入封城封村的状态。 四月初,疫情有所缓解的时候,没想到他又来了。 他一进诊所就说, 前段时间,我被临时调到武汉去维稳了,刚从武汉回来,请你把我和家人的党给退了。 他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,并把他在某特务机构的工作证件和特别通行证给我看。 本来干这行的人,身份是非常隐秘的,一般对自己的配偶和父母都不会说的,他却向我坦诚他的身份。 这充分表明他觉得大法弟子是可信赖的。 他给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原来他们以为我和国外有什么联系。 在他来找我之前,他们就已经暗中调查我很久了,期间还对我抄了一次家,但什么也没有搜到。 因为有师傅的保护,同修刚拿来的真相币,没有来得及放好,就搁在显眼的地方,他们翻来翻去都没有看见。 我的诊所按有摄像头,我把抄家视频给县公安局的人看,都说不认识。 我这才明白,不是本地远警超的家。 他在对我的调查中了解到,我多次堂堂正正的证实法,很是佩服,仰慕。 这也是他来多次找我聊天的原因。 这个特务的职务比较高,他说他这么多年一直看明慧网、大纪元等大法网站,大法书籍也都看过,对大法有一定的认识。 由于受邪党多年灌输的毒害和无神论的影响,他对明慧网报道的大法中展现的神奇和超常,半信半疑。 他对中共邪党的黑幕和邪恶又比较深刻的了解,也替邪党干过不少脏活。 这次武汉之行,他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的腐败无能、草菅人命和弄虚作假,看到百姓的悲惨、无助。 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对共产邪党最后的一次希望。 与之对应的是,他看到了大法展现的种种神迹,去除了对法轮功半信半疑的想法。 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事,武汉附近一个村子,由于全面封锁,村子里面的人根本就出不去,情势危急,怎么办? 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一起,齐声高喊。 就这样,全村人平安无事了。 过了不久,他又来找了我一次,见面寒暄后,他问, 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,尤其是纽约,感染那么严重? 你们师父刚发表的一篇叫《理性的经文》,看了没有? 我说,看了,当然看了。 他说,你们师父说了,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,的确是这样。 很多人不明白,为什么美国也这么严重? 他们不知道,美国被中共渗透得多厉害。 美国最严重的地区,就是被中共渗透得最凶的地区。 我就亲自到美国,执行过几次渗透任务。 他看到,我一大家子都靠我挣钱养家, 但我依然不计个人得失,义无反顾地,堂堂正正, 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,既佩服,又很受鼓舞。 他说,即使他们知道我退党了,我也不怕。 他还对我说,某医生,你能办到的事,我也要去做, 我也要像你一样,为大法做一些事情。 我正想着,怎么给邪党内部的一些特殊部门送真相资料, 他这么一说,正合我意。 我给了一些真相资料给他,过了段时间,他到我家来, 给我说,都已经安全地送到了。 他还告诉我,邪党内部,包括他们情报特务机构内部, 很多人都明白邪党的邪恶,都知道邪党的垮台解体是早晚的事。 他们内部,很多也知道,大法是好的, 中共邪党对大法的宣传都是造谣栽赃。 九评共产党指出,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一,就是贱。 贱是中共的第五大邪恶基因。 中共的渗透、离贱、瓦解、取代之术,是策反夺权的绝招。 西安事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 邪党能夺取政权,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间谍特务。 特务机构也是邪党控制得最紧的。 现在,邪党特务机关的高级人员都主动退党, 并且愿意冒着风险发放真相资料。 这也充分意味着,邪党已经分崩离系, 离解体不远了。